刚穿越没多久 当哄影帝哄我喝牛奶 离谱的是 我醉奶 当晚跳上二楼阳台发疯 他低声地又哄 瞧瞧乖 危险 快下来 我醉得脸蛋通红 得意地朝他勾了勾手 穿越前我可是皇宫内的顶级杀手 轻功排第一 影帝轻笑道 哦 那某人前世说做我太子妃 还算数吗 我 脚下一滑 吓得直接掉进他怀里 故事开始 前世身为一个杀手 我识人不清 被好友推下山崖而亡 好消息 我没死 还穿越了 坏消息 失去了前世的一段记忆 大环境下 所有人卷到飞起 在努力和摆烂中 我选择了 努力摆烂 没错 我已经靠着在剧组演炮灰 成功地买了栋二手小洋房 剧组挣钱是真正啊 男女主人均日新208W 就连我一个小炮灰 日收都有280 此刻我正在化特效装 旁边有人在八卦 快看快看 沈时川发动态了 卧槽 哥哥的IP地址 怎么变成国内了 难不成哥哥回国了 沈影帝回国了 那也有救了 呜 我刚想问沈时川是谁 就被一道尖尖的声音 打断了思路 一群胡咔 温婷婷养着下巴 用两个大鼻孔对着我们 时川哥哥的事情 也是你们能够谈论的吗 我被吓得一哆嗦 顺手揪了两块化妆米 精准地弹进他的鼻孔 哎呀 姐姐对不起对不起 刚太激动没注意 手滑了 我手忙脚乱的 在他脸上一顿扒拉 要不我帮你抠出来 温婷婷一声尖叫 窜到镜子前 脸都被漆黑了 旁边几个人也看见了 嘴角弧度压都压不住 可嗨嗨 看什么看 信不信我让我表姐封杀你们 啪 呲娃 乱叫 我慢慢悠悠 离开了化妆间 一时发疯一时爽 一直发疯一时爽 拍戏哪有不疯的呢 开拍前 大家都在讨论影帝沈时川 说他过会儿会来剧组探班 瞧瞧 你不是个演狗吗 沈时川真的很帅啊 确定不来看看 说话的是我的拍戏搭子安月 我们俩一个演炮灰 一个演路人 在各大剧组混得风生水起 安月捧着个手机 对着沈时川的照片留哈喇子 我好奇 凑过去瞟了一眼 照片上 沈时川一身黑色锦袍 眉眼舒朗 恍然间 我好像看到了他身着铠甲 征战沙场的模样 安月见我脸色发白 着急地问道 怎么了 瞧瞧 可能是恋爱脑饭了 头有点疼 心底莫名地浮现出 熟悉且异样的感觉 第一场戏结束 导演让大家休息 我刚坐下没多久 就听见旁边吵吵嚷嚷 安月激动起来 是沈颖帝 我就说他肯定会来探班的 咱们剧组的编剧老师 跟他可是望眠交 听着安月的解释 我看向大门口那里 聚着很多人 但偏偏 我一眼就看见了他 沈时川嘴角含笑 正俯身听着面前的人说话 导演恭维着 把奶茶发下去 沈时川薄唇清起 嗯 麻烦了 我动了动耳朵 觉得有点痒 连带着心里也痒痒的 拿到沈时川送给演员的奶茶 出乎意料的 是我喜欢的味道 安月在我耳边叙道 怎么样 沈颖帝是不是你的菜 我疯狂地点头 再次抬头看沈时川的时候 居然和他的视线碰上了 不过一眼 他就收回了目光 但我的心还是没出息地狂跳 再次上场时 我同往常一样 尽心尽力地扮演好炮灰角色 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好像被人盯着一样 分神间 耳边忽然传来马蹄声 温婷婷刺耳的尖叫声响起 啊 这马失控了 快躲开啊 他嘴里叫喊着 眼中却呈着幸灾乐祸的笑意 那匹马直直地冲我撞过来 一时间 我的腿像是灌满了牵 可下一秒 想象中的剧痛并没有传来 我跌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 我被沈时川紧紧地搂住 脸贴在胸口 感受着他的温度 瞧见他耳间 蒙着一层不易察觉的红 片刻他才回过神 一脸抱歉地将我松开 转身同编剧老师 而语几句 又缓步地朝我走来 刚才那个镜头太危险 差点撞到你 他解释道 我跟编剧老师沟通好 改了情节 不用担心 导演不会客扣你的工资 我点点头 脸实在烧得慌 温婷婷骑的马被工作人员控制住 他渲然欲气 想寻求沈时川的安慰 却被导演揪着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我乐得自在 坐在椅子上 喝刚才没喝完的奶茶 沈时川立在旁边 看向我的眼神热烈又温柔 我心跳如骨 别开了脸 狂喝奶茶压住躁动的心 他轻笑 奶茶好喝吗 我愣了一下 答 嗯 红豆味 挺喜欢的 沈时川笑容更甚 我知道 他怎么知道 沈时川没在剧组待太久 很快地便离开了 他一走 我和安岳就疯狂地尖叫 安岳一副有猫腻的表情 尽职尽责地开始扮演助攻角色 据我所知 沈时川现在还是单身哎 但他的绯闻对象可有不少 大众最看好的是温影后温雪 安岳满脸愤闷 也就是温婷婷的表姐 她仗着自己表姐是影后 天天挤对我们 我没有接话 而是看着温雪的照片沉思 她跟我长得有点像啊 安岳仔细地一对比 卧槽 好像是有点 不过你的眉眼比她更好看 不是我说瞧瞧 就你这颜值 要是精心地打扮一下 简直吊打温雪 她在我耳边叙叙叨叨 我已经收拾好东西 准备下班了 要是每天早出晚归 才是来敲门了 我都不在家 所以早点下班回家才能发财 我听着歌 拍着自己的小三轮回家 心里莫名其妙地浮现 沈时川的身影 我叹了口气 哎 这样的角色美男 指不定下次什么时候才能遇见 老天爷像是听见了我的心声 快到家门口的时候 我还真就撞上了沈时川 不过是真撞 沈时川在我的三轮车前缓缓地躺下 胳膊被擦伤 俊脸浮现痛苦的神色 我紧张兮兮地跳下车 你 你别碰瓷啊 我车上装了监控的 沈时川扯出一抹苍白的笑 扫了眼 我不遮风不挡雨的三轮车 他面露委屈 声音音哑哑 求你 先把我带回家 不能被狗仔看见 我咽了咽口水 把他扶进三轮车 先说好啊 我家什么都没有 我只能帮你包扎一下 这可是他求我的呀 老天爷可以作证 我把三轮车开得飞快 暗处沈时川弯了弯嘴角 沈时川在我的床上 一觉睡到天亮 瞧着他的俊脸 我愣是忍住 没把他踹下去 醒来之后 他又吃了 我刚做好的一大盆小龙虾拌面 完事擦擦嘴 咳嗽了两声 木桥小姐 我体质弱 伤还没好 能不能让我戒住 我吸溜着锅里 紧剩的一口面 摇头 那肯定不 他推过来一张黑卡 肯定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我这个人最乐意尊老爱幼 你在这随便住 随便住哈 不是姐爱钱 是因为姐的怀抱 就是为了收留 188的心碎男人而存在 这天以后 沈时川就住在了我家里 嗯 养伤 他说自己是被一个富婆追求 富婆爱而不得 才找到上的人绑架他 他逃跑的时候 正好被我遇见 还被我撞出了伤 我一边给他换药 一边摇头 那这绑匪不咋地呀 想当年 我作为顶级杀手 绑架一个人 就没有不成功的 不过 话说沈时川的身材真的顶 搞得我心脏 扑通扑通的乱跳 我心眼一马 没注意到沈时川眼里 划过一抹温柔 结果第二天 我苦苦地维持的形象 一落千丈 直接从娇俏美人 变成了颠婆 我没注意 喝了他弟的牛奶 半夜奶精上头 跳到楼顶开始发疯 没错 我对牛奶过敏 一口就醉 我在天台上窜下跳 沈时川瞪大眼睛 在院子里凌乱 他声音里带着愧疚 瞧瞧 楼顶冷 快下来 我嘻嘻哈哈 很听话 从二楼直接往下跳 沈时川吓得直接张开手臂 接住了跳下来的我 他被我砸得羊躺在地上 手臂还紧紧地护在我的身侧 沈时川脸色苍白 努力地扯出一抹笑 瞧瞧对不起 那么久了 我竟然都不知道 你对牛奶过敏 乖 我帮你去睡觉 好不好 我愣愣点头 被沈时川抱回了卧室 在他怀里我昏昏欲睡 也没察觉不对劲 怎么看起来 一个娇弱贵公子 可以徒手接住一百斤的我 而毫发无损呢 沈时川照顾了我一整夜 迷糊间对上他的眼神 他眼里有我独不懂的温柔 上次的戏拍完了 我和安月又找了个古代剧组 导演看我长得还不错 豪迈的大手一挥 又给我安排了一个炮灰角色 穿上古装 梳好发型 拿着一把道具件 我整个人的气质大变样 卧槽瞧瞧 你该不会真的是天选古人吧 恕我直言 你这样子看起来比女主还女主 我随手挽了一个剑花 一般一般 世界第三 这可是大实话 想当初我在杀手榜上排名第三 江湖人人闻风丧胆 这时旁边有人发出吃笑 又是阴魂不散的温婷婷 笑死谁了 木桥 你一个锅 没父没母的 天生啊 就是眼泡灰女配的命 我掏掏耳朵 你是不是拖鞋卡嗓子眼里了 说话阴阳怪气的 会说话就好好说 不会说话就跟狗一捉 温婷婷气得脸都歪了 你 你竟然敢骂我 我直接抬手腕 剑指着她的喉咙 骂你怎么了 别以为你长得丑我就不敢骂你 我讥笑一声 反手把剑收到刀鞘里 不愿再计较 破空的挥剑声 把温婷吓得脸色都白了 你 你等着 我表姐不会放过你的 她口中的表姐温婷 这不拒的女主 今天要拍的 便是女主一人杀进皇宫 就出男主的戏码 温婷坐在躺椅上 脸色笑盈盈的 语气却高高在上 李导 你也知道我现在的身价 要是受伤了 李导着急地擦着脸上的汗 脸盲说 当然不会 怎么敢让影后 您亲自赏 又冲着身后吼 替身呢 怎么还没到 很不幸 由于替身路上堵车了 拍摄进度暂停 我和安月蹲在角落里 被太阳晒得脸蛋发红 我吃着棒冰 这女主能不能行啊 不行换我来 安月很捧场 就是就是 我们乔乔的气质 多适合这个角色呀 我俩天南海北地唠着磕 温婷婷在旁却眼睛一亮 颠颠地跑到了温雪那 她嘴皮子动了动 温雪意味深长地 朝我这边看过来 没过一会儿 离岛就过来了 木桥是吗 之前眼尸体演得不错哈 我勾唇一笑 那必然不错 前世我深安各种杀人手法 也见过各式各样的死尸 温婷婷想让我出丑 门都没有 我还在一往西 离岛把我往前一推 好 就你了 你来做温影后的替身 我还没来得及问替身的工资 拿着剑就上场了 温婷婷朝我 嘎嘎地笑 让你吹牛 等会儿看我表姐怎么收拾你 我翻了个白眼 见过果小脚的 没见过果小脑的 天天这么闲 你言吃多了吧 温婷婷气地半死 又巴巴地跑到温雪那告状 我换上了跟女主角一样的装扮 刚走出换衣室 温雪就在门口等我 看着我与她 有三分相似的眉眼 温雪眼里一闪而过的不悦 接着笑道 沐小姐 你也知道 我这个人演戏很认真 做我的替身有点辛苦 你多担待啊 我埋头里了李腰带 点了点头 没放在心上 谁让导演给的钱多呢 想我前世 什么变态任务没接过 可真正的上场的时候 我才知道什么叫变态 导演 刚才替身飞下来的那一幕好丑 要不重拍吧 导演立马点头示意 我重新被威亚掉上房顶 然后俯身飞下来 眼景是我 切换到近景的时候就成了温雪 三四米的高度 以我的轻功本 可以轻而易举地跳下来 可威亚实在是限制了发挥 不行 还是丑暴了 重拍吧 温雪笑盈盈地提议 大热天 电刺被威亚掉上房顶 我不干了 众目睽睽下 我直接动手 把身上的威亚拆开 什么安保措施都没有的 站在房顶上 温雪倒害怕了 你 你想干什么 导演也吓得一哆嗦 赶紧安抚道 别激动 别激动 前面那一条就很好 不重拍不重拍了 他知道温雪有意地为难我 但他一个小导演 违抗不了啊 呼 舒服多了 我站在房顶上伸懒腰 下一秒就往下跳 几秒后 我稳稳地落地 甚至摆了个pose 没有威亚束缚 我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堪称完美 导演 这场过了吧 导演瞪大眼睛 过 过了 好 收工 我脱了衣服 跟安月打了个招呼 匆忙地就往家赶 厨房 锅里做好了饭 唯独没有见沈时穿 邻居王大妈路过 冲我眨了眨眼 你是找小沈吧 我点头 王大妈一副我就知道的样子 你平时出去干活 小沈就跟我聊天 话里话外底 我有点吃惊 怪不得沈时穿做的饭 一直都很合我胃口 王大妈继续八卦 不过今天好像来了个大人物 开着豪车 把小沈接走了 没看出来啊 小沈还怪有钱的 我压下心底的不安 匆忙地应了几句 赶紧回屋 花瓶下压着一张纸条 打开纸条 是沈时穿的字迹 她的字迹很好看 端正捐秀 又磅礴大气 纸上说 让我等她 等她处理好家族问题 会回来找我的 我颓废地躺在床上 越想越气 差点想满世界地追杀沈时穿 狗男人 在我家住了那么多天 我就只偷偷地看了点福利 还没来得及扑倒她 她就消失了 这像话吗 沈时穿一直没再回来 我心里空落落 久而久之地也接受了 我本以为 生活会继续平静下去 可谁知道 我一小炮灰 一夜爆红了 我被铃声吵醒 电话那头的安月发出报名 啊 瞧瞧 你火了 你真的火了 我把音量调小 迷迷糊糊 我火了 我真的火了 我平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不要让别人以为 我是个多坏的女孩 我知道有多少眼睛 盯着我看着我出错 我是个真性情的孩子 我会保持这份直率 严格地要求自己 谨言慎行 起到偶像表率作用 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一口气说完 我渴了 安月更加激动了 对对 就是这个 瞧瞧你背得好熟练 我咕嘟咕嘟地喝了一杯水 无她 为手熟耳 这个明星发言母版 我见多了 今天愚人节吗 一大早逗我开心呢 我漫不经心地回话 一边顺手打开了WB 看到热搜第一 好家伙 我惊呆了 温雪替身出圈 小姐姐调威亚惊呆众人 那雨有救了 我颤颤微微地点进去 看到了昨天我飞下房顶的视频 底下一水好评 甚至还有几个我的老粉 在痛哭流涕 我们侨宝终于出息了 不枉我当初一眼就粉上了他 入股不亏 我主页有瞧瞧演过的角色混戬 新粉快来看啊 我好奇地点进去 所谓的混戬 就是我演的角色的各种死法 上吊死的 一剑穿心死的 中毒死的 失血过多死的 总之 就是各种死法都来了一遍 关键我演的还都入目三分 网友瑞评 不像演的 建议严查 老粉反唇相机 别人是演戏 我乔姐是本色出演 我 挺爱我的哈 我火了 甚至有了经纪人 一觉睡醒 原本我要去演温雪的替身 现在居然成了女配 李岛兴高采烈 木桥 我当初就觉得你有天赋 现在正好女二的戏份还没开拍 就由你顶上 我自然是愿意的 女二的工资 可比我之前高了 不是一星半点 网友愿意 导演愿意 可温雪不愿意 她也不装了 李岛 我刚拿了影后的奖 你让我一个影后 和十八线小胡卡演对手戏 对我老板知道了 您知道后果的 温婷婷也在旁边煽风点火 就是啊李岛 神影帝要是知道你这么做 一定会撤回对剧组的投资 李岛犹犹豫豫 紧皱眉头 看着旁边老实芭蕉的我 终究是叹了口气 那好吧 女二就重新再找 她话还没说完 就被旁边的尖叫给打断了 啊 是沈时川 好帅啊 不行 我要晕倒了 呜呜 神影帝他不是退圈回去继承家业了吗 怎么还会来剧组 旁边有工作人员解答 演戏哪有继承家业箱 据说沈时川直接把老总裁的私生子 送进了监狱 成了沈时最大的股东 话说我们剧组的最大投资人 还是他呢 那他这次来 一时间 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在了他身上 温雪自然而然地站起来 朝他走过去 石川 你怎么来了 我正想演完戏去找你呢 温雪一开口 大家都明白了 沈时川来剧组 果然是为温影后啊 看了两人音隙生情的传闻 也是真的了 我和安月躲在阴阳处吃瓜 安月吃得兴起 咦 我怎么觉得沈时川的目光 没在看温雪 反而在往我们这看啊 我把瓜羊啃干净 抬头果不其然地 对上了沈时川心喜期待的目光 应该不是吧 他可能是眼抽抽了 咽下最后一口瓜 我转身 不给沈时川一点眼神 哼 这小子说跑就跑 现在又朝我放电 是搞哪样 还说什么会回来找我 找个屁 我都看见温雪那含情默默的眼神了 我木桥这个人 从不吃回头草 前几天没把沈时川吃干抹尽 现在再出现 我也就不稀罕了 就是 他白吃白住我这么多天 把他拱手让人 我有点不甘心啊 起码他得陪我点什么吧 我在心里默默地算着账 吃完瓜 我瞅准不远处的垃圾桶 随手一扔 按我的准度 瓜皮应该稳稳地扔进垃圾桶的 可沈时川出现 我有点心神不明 手一抖 扔歪了 不偏不倚 正好扔在沈时川的脚下 一时间 我感受到了所有人的目光 导演都擦了把汗 紧张兮兮地盯着沈时川 只见沈时川很自然地弯腰 把我吃剩的西瓜皮 丢进了垃圾桶 完事还拍了拍手 老远朝我勾唇一笑 见眉心目 鼻梁高挺 翩翩公子的模样 这一笑 成功地让我心跳漏了半拍 我赶紧转移目光 心里想了前世所有伤心事 才压下了嘴角的弧度 安月一双眼睛 滴溜溜地转 不对劲 不对劲 爱情的酸臭味在现场弥漫 沈时川作为剧组的最大投资人 明面上 他是过来探班的 大家心里都明白 他肯定是为了温雪 可现在 为什么沈颖帝对一个女儿这么关心啊 摔 李倒笑呵呵 趁温雪心思都在沈时川身上 偷摸着又让我当了女儿 今天拍的是女主和女儿的对手戏 小师妹女儿背叛师门 喜欢上了大魔头 作为师姐的女主来劝小师妹回归正当 这段戏是女主的高光时刻 既体现了他武功高强 又体现了他心怀天下 温雪是故意选这段的 想在沈时川面前秀一下演技 为了装逼 他甚至都没用替身 此刻 他长发飘飘 拿着一把剑朝我刺过来 嘴里说着 既然你冥顽不灵 师姐为了天下苍生 只能与你为敌了 我得假装迎上去 跟他过几招 然后装作被打败 可是 他握剑的姿势也太不专业了吧 我不过就随手挡了一下 咣当 一声 温雪的剑已经掉在了地上 他握着手腕 眼里瞬间勤满泪水 导演赶紧喊 卡 木桥 你随意的一挡就行了 不用那么用力 我刚想解释 沈时川已经着急忙慌的过来了 温雪立刻装柔弱 时川 沈时川压根没看他 直接掠过温雪 抓住我的手 仔仔细细 翻来覆去的看 还好 你没受伤 太紧张兮兮的 搞得我直接跳开 喂 不要随便攀关系啊 虽然沈时川帅得让我腿软 但我们两个不是一路人 我怕我还没扑倒他 就被他的一种女友粉给扑倒了 世上两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但是两条腿的男人多的是 我决定好好的演戏 然后点十几个男模 走上人生巅峰 沈时川被我推开 可怜兮兮的低头 看着有点伤心 我戳了戳温雪 上啊 安慰他 温雪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仿佛是我欠了他几百万 没事就好 继续吧 沈时川自顾自地说完 又回到了座位上 只是目光一直跟随着我 看得我有点毛毛的 拍戏的这几天 沈时川天天来探班 每天都会送剧组奶茶 送到我手上的奶茶 不仅是红豆味 还都格外大杯 女儿的戏份不多 原本我以为和温雪演对手戏 要NG很多条 可没想到 她好像是开窍了一般 拍戏大多都是一条过 平时有事没事的 就讽刺几句我 我一句反弹 就把她气得冒烟 于是 一个星期后 我杀青了 温雪甚至亲自给我送花 然后把我关在了剧组外面 回到家 看到手里的余额 还有点不真实 不过我还没来得及做梦 门就被敲响了 沈时川抱着大兜小兜 绕过我进了厨房 开始做饭 美其名曰 庆祝我杀青 我 我嘟囔着 沈时川扭头 一副你这个渣女的样子 我咽了咽口水 难道 难道我喝牛奶喝醉那天 我们 沈时川点头 脸色微红 我惊讶 不应该啊 为什么我都没感觉 是不是你不行啊 沈时川眼里的委屈 瞬间消失 嘴角勾起危险的弧度 她把我按在墙上 瞧瞧 你该不会提上裙子 就不认人了吧 我 看着沈时川 近在咫尺的眉眼 本来平静的记忆 有什么在呼之欲出 就好像 我早就认识她 沈时川的唇色太好看了 我没忍住 伸手摸了摸她的胸口 则 跟想象中一样啊 又硬又有弹性 这一摸 刚才还霸气的沈时川 脸色爆红 她推开我 把厨房门关上 语气隐忍 瞧瞧 你先出去 我给你做饭 我窝在沙发上 回想着喝醉的那天 我真的没啥感觉 要不 回头再醉一次 沈时川不走了 说要报答我的救命之恩 天天做饭 投喂我和沈时川 在一起的这几天 我脸上的肉都长了一点 我觉得自己胖了 经纪人给我发消息 说剧组要拍的综艺时 我二话不说 打车就去了 作为一个合格的杀手 是不能允许自己 摆烂太久的 到了地点 全剧组的人几乎都在 温雪 温婷婷 男主和几个重要配角 安月高兴地跑过来 拉着我到角落 你不知道 这几天网络上都传疯了 说神影帝喜欢上你了 现在你们俩都有 CP粉了呢 嘿嘿 你们是不是同居了呀 我一口水喷了出来 赶忙捂住安月的嘴 饭可以乱吃 屁可以乱放 话不能乱说 什么同居 是沈时川非要报答 我的救命真 安月疯狂地朝我眨眼 一副我懂我懂的样子 这档综艺是采用直播的形式 目的就是为了在新剧还未播出前 宣传一波流量 说是直播 但是场下已经做了不少观众 我扫了一眼场下 总觉得看到了沈时川 可他这个时候应该在公司吧 一个超级大屏幕对着我们 实时录像 屏幕上甚至还能看到网友的弹幕 有没有人发现温影后和沐桥长得有点像啊 温雪的粉丝破防了 十八线小胡咖不要来碰瓷好吗 对啊 我们温影后早就出道了 说不定是某人为了学他而整容呢 弹幕里也有我的粉丝在回怼 我们瞧瞧纯天然 不信可以去看他演的剧 哪有整容的女星会像我一样 做各种高位动作 这些弹幕滚动得越来越快 温雪的粉丝和我的铁粉骂起来了 不过 我的粉丝就那几个 很快就被骂得不敢说话了 李岛看着直播间疯涨的流量 笑得合不拢嘴 他就知道沐桥这个人找对了 呵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部剧是古风仙侠剧 里面自然少不了打怪升级 规则是 一男一女组成一小队 互相帮助穿过这些关卡 哪个小队先通过 就会赢得神秘大奖 网友也对这个游戏很感兴趣 我叹了口气 让我这个顶级杀手 玩男生女生向前冲 就跟老太太进被窝有什么区别 大家分好了组 换上了剧里面的衣服 我和男二一组 温雪和男主一组 剩下的几个演员也都分别组了队 我正想着要怎么演才能不被看出破绽 肩膀忽然被拍了拍 男二凉凉自信道 虽然我不喜欢你这一款 但是谁让我是男人呢 我会保护你的 条件反射下 我反手把他过肩摔到地上 不好意思啊 你瞅到我了 凉凉疼得咬牙切齿 卧槽 木桥猛啊 这个油腻男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桥姐真是我的嘴屁 随着导演的一声开始 四个小组同时出发 温雪和男主冲在最前面 爬上一个旋转大圆盘 按月冲在第二位 可惜他手脚不协调 刚爬上去就掉了下去 底下有安全泡沫 掉下去只能重新开始 就在大家纷纷向前跑的时候 我背着手溜达 凉凉跪在圆盘上朝我伸手 我刚过去就听他说道 我就知道你还是要靠男人 来吧 小爷不计前嫌拉你一把 我 见过普信的 没见过这么严重的 我翻了个白眼 稍微地提了点轻弓 一下子就跳了上去 反手把凉凉给踹一边 不是 你们刚才谁注意看木桥了吗 他怎么上去的 弹幕大多都在看最前面的温雪 没呀 能怎么上去 爬上去的呗 不是 木桥他到底有没有竞争意识啊 人家微影后那么有名 还那么努力 此时有一个彩色弹幕蹦出来 放屁 你们都没看乔乔 从房顶飞下来的那一段吗 简直没死我了 好爱 看着这个七彩弹幕 我眉毛一抽 怎么忽然想起了沈时川呢 比赛还在继续 温雪已经冲到了第三个关卡 室内攀岩 此刻他已经爬到了顶上 按响了顶上的按钮 随着薇亚的降落 安全地到了地上 开始冲刺最后一关 我背着手跟老大爷溜达一样 除了弹幕上 偶尔出现几个我的彩虹屁 其他没人关注我 不知不觉 竟然成了前几名 温雪被工作人员 解下安全绳的时候 我正好溜达到第三关 路过的时候 我明显地看到了温雪嘴角的笑 这次看你怎么赢我 我耸肩 这节目 我本来就是为了躲避沈时川才来的 输赢根本无所谓 或许是导演看我太摆烂 他赶紧宣布 这次的神秘大奖 是20万块钱 加上和沈影帝吃烛光晚餐一次 话落 我瞳孔微微地放大 其他人往前冲得更厉害了 在娱乐圈 20万块钱不算什么 可和沈时川单独相处的机会 可是千金难求 我 就这 相比之下 沈时川虽然让我心动 但钱更让我着迷 眼看着温雪 已经爬到第四关中间了 我拿出了实力 工作人员过来 给我绑安全绳 绑好后 我足坚一点 不过半分钟 就按下了顶端按钮 则 慢了呀 这要是放在以前 会被太子给骂死的 脑袋里刚冒出这个想法 我惊得后背一身冷汗 太子 为什么我脑子里 会突然冒出这个人 卧槽 我没看错 木桥好像就是飞上去的一样 妈妈 他还是人嘛 别人用了十多分钟 他只用了半分钟不到就上去了 越想我脑袋越疼 连大屏幕上的弹幕都看不清了 我强撑着 安全绳系在我腰上 把我从上面放下去 可 在半空中 我感觉到了不对劲 绳子在松动 下一秒 绳子直接断开 把空中的我直接扔了下去 哼 的一声 我摔在了海绵上人没事 就是脑袋越来越疼了 我甚至觉得 面前的攀岩墙都要倒了 弹幕疯了 我怎么觉得墙在晃啊 楼上的我也觉得 木桥还在下面啊 木桥快躲开啊 其他人还没到第三关 只有我爹坐在地上 因为头疼一时没站起来 迷糊中 面前三米高的攀岩墙 好像真在晃 隐约地朝我砸过来 我甚至听见了沈时川的声音 一阵巨大的声响 全场开始嘈杂起来 导演喊了救护车 直播也被掐断 有观众的喊声 传到我的耳朵里 他们在喊沈时川 奇怪 可是沈时川没有在现场啊 我眼前很黑 当世界归于平静的时候 我闻到了血腥的味道 接着 面前的物体动了动 发出闷哼 瞧瞧 我终于保护了你一次 真好 是沈时川 我一激动 跟他一起晕了过去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我愤然起身 去了隔壁病床 温雪在外面守着 激动道 木桥 你何德何能让时川救你 现在他为了你脸蛋 都受伤了 还怎么演戏啊 明明是我先认识他的 我们两个长得这么像 他怎么就不看我一眼 我皱眉 眼里的锐利 看得温雪一阵心惊 你 你盯着我干什么 我在想 我演过那么多的死法 但唯独没尝试过做死 现在你替我尝试了 听到后面有动静 我推开他 而温雪 则被我身后的警察给制服了 我们怀疑你 指使别人故意伤害木小姐 现在请您跟我们走一趟 温雪刚开始还挣扎 在警察展示了证据后 脸上终于露出了害怕的神色 沈时川躺在病床上 脑袋和手臂都受伤了 这个样子 一下子和我脑海里的太子重叠 我看着他 眼皮动了动 气得直接拽起他的衣领 沈时川 你不要命了 沈时川睁开眼睛 眼里有宠溺和视而复得的喜悦 被乔乔发现了呢 我气笑了 还用这一招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沈时川惊喜道 乔乔 你是不是想起来了 嗯 我把他按回病床上 继续道 你都这样了 我要是再记不起来 那你上哪里哭去 沈时川笑得不要钱一样 就在你家里哭 哭到你 记起我为止 比赛开始之前 我就觉得温雪不对劲了 我看向场下 虽然没看到沈时川 但是看到了温婷婷 他鬼鬼祟祟的去了后台 我假装去卫生间 实际上默默地跟着他 作为一个刺客 只要我想跟踪 就无人能发现 温婷婷站在角落里打电话 我按下了口袋里的录音 然后清楚地听见 话筒里传来温雪的声音 我晃了晃扭扣录音机 没好气地给沈时川包橘子吃 你知道我会武功的 还冲过来干嘛 沈时川笑得跟个金毛一样 冲过来 保护你呀 我的乔乔 就该被我保护起来 前世他没有保护好心爱的姑娘 如今中火一次 他愿意用生命来呵护 沈时川起身 伸出没受伤的胳膊 颤抖着触摸到了我的手 瞧瞧 你前世说过的话 还算吗 我忽然脸一红 不算不算 想让我承认 看你的表现了 于是 沈时川认真的给我表现了一把 他伤好了后 直接发WB官宣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女朋友 At木乔 网上瞬间一片哗然 我就说乔川 CP是真的吧 妈妈 我磕到真的了 只有我觉得 沈影帝冲过去护着木乔的那一幕 晒到我心坎里了吗 楼上的 你不是一个人 而温雪也被翻出来了很多黑料 原来 他不是第一次陷害其他女星了 而传闻中 沈时川和温雪 阴系生情的八卦 也是温雪故意造谣的 大家都在讨论时 沈时川悄悄地收拾了家当 赖在了我家 晚上 他可怜兮兮的 乔乔 我骗你的 那天我们没有 我 磕 我就知道 我堂堂一个杀手 怎么可能喝醉做出那种事情 沈时川反手端了一杯牛奶 所以乖乖 再喝一杯好不好 这次我喂你 我被他直接拉到卧室 不是 你说清楚啊 喝什么牛奶 沈时川视角 前世 他是我的暗卫 母后说 身为太子不能动情 我极尽克制对他的爱意 看着心爱的姑娘 被人推下山崖而死 我隐忍多年 杀了那人全家 最后爬上山 跳了下去 再一睁眼 竟然穿越到了现代 我靠着演戏 时常在大荧幕上露面 想着他看到了 应该会联系我 可是世上那么多 和他相似的人 在我身边转悠 竟无一人向他 直到 我偶然看见一个 演尸体的十八线女配角 我假装受伤住进他家 最后凭借自身的舔狗能力 成功地引起了乔乔的注意 不管是做太子还是影帝 我生来就是为了木桥而存在 完结洒花 谢谢你看完我的影片 我们下部史莱姆故事见